有风格的与人交往 那这个也是咱们那个性格解析 就是这本书性格解析 这本书的内容 因为这个内容的话也是非常的多 就是要是真正的把它完全的分享下来的话 要一个整天 那今天就只用一个小时时间 就是简单的分享一下这几种性格的 就是主要的一些特征 好吧 那我自己呢就是在过去的时候 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呢 不善言谈 也是很内向就是容易羞涩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今天呢我分享的这个课程呢 其实对我自己是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课程 那就是现在在这个就是这个时代 是一个变幻非常快的一个时代 也是一个就是自我营销的一个时代 就是你作为一个人哈都是要与人打交道 对不对 那人际关系呢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 也是永远都不会落伍的一个一个课题 一个话题哈 而且就是说未来对这个人的要求也是非常越来越高 就是今天的这个课程 不管你是从就是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营销 还是说家庭方面 还是说那个就是与人交往 就是交朋友方面啊等等的 可能都会对你有很大的助力哈 那我就呃就呃就呃就举一个例子 我昨天就是见了一个新朋友是非常有意思哈 呃那个呃一见面就是我朋友就开始跟我聊他的两个孩子啊 那我就觉得听完他整个的过程我就觉得哎呀 真的是好神奇啊呃就是他就聊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是九岁 然后他就觉得我两个儿子 我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然后呃儿子是老大吗 就觉得还可以这个儿子就是真的是精心的照顾 然后呃各种的就是呃各种方各方面都是特别的照顾的特别好 为什么我这个大儿子怎么就是呃不怎么听话呀 还有就是只是看书呃不跟朋友交往 然后呃女儿呢就是哇你就根本就不用管他 他每天就是啊一群朋友在一起玩呃什么什么的 我就听他说了几句以后 我说这个不是孩子问题也不是你的问题啊 这个是这个是孩子的性格问题啊 所以说学长们这个性格一听就知道 一个孩子他是儿子他是那个内向的 女儿他是外向的 那肯定他会有很多朋友啊 那就肯定的 我说这是性格问题不是孩子和你的问题 他说啊是这样的 我说对啊 呃然后就是呃他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然后呃然后他又说他的呃那个孩子是呃就是老喜欢就是儿子嘛 老是喜欢让自己抱哈 然后就是老是要让妈妈抱 为什么他就是呃洗洗头发 头发老是就是不会冲干净哈 老是留这么一点等等各种的行为就是让他觉得好像嗯不太对 然后呢就是老是跟妹妹抢东西啊 呃然后我说我就听到这个以后我就呃想起来咱们看的那个就是这个五本就是爱的五种语言哈 这里面我就问他我说你你孩子呃是从小是你自己带大的吗 还是又还是说被哪个大人呃被别人带过 他说哦我有就是当他怀孕的时候怀这个小女儿的时候呢 这个儿子就给他的这个呃爷爷带了一年因为那个时候他照顾不过来呃然后自己又怀孕很不舒服等等的然后就是就给爷爷照顾了一年我说对呀呃我说儿子的这个爱箱里面他的爱箱里面缺失了一年的爱呀 我说你他缺少这方面所以他会呃然后就是就想老想让你抱他呃是他缺少这方面你给够了他的爱箱一出来了他就不要让你抱了而他为什么要给妹妹抢东西啊啊 然后做各种的行为要引起你的注意就是因为你的就是因为这一年你不在然后你又出来一个妹妹所以他怕他的爱被夺走所以他也要呃想让你注意到他而不是只有妹妹要让你注意到他所以都是咱们这个书里面的内容哈他说对对对是这样他最近自己的呃这个方法也改变了我说你很矮辣也知道自己去改变自己哈呃他说不改变不行啊哈哈然后另外他又说到说那个 呃呃就是呃孩子就说呃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只看书不跟别人交往这是为什么呀然后他老公呢就是会批评孩子说你怎么不跟别人玩然后他呃就是给别人玩的时候又又会批评他说你怎么老是给人玩不看书哈我说你们两个是到底是想让孩子干嘛呀我说正好就是这个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里面也有呃提到过这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当家长的总是 希望孩子呃不知道要希望孩子要成为什么样子就觉得他做这个不对做那个不对我说不是的孩子他你能够给他培养出很爱看书是非常好的他为什么不愿意交朋友因为第一个是可能是他的性格问题还有他不爱学习也是有原因的可能是哪个地方让他就是惹到他了所以他不爱学习孩子他是一张白纸他是根据你家长给他灌什么他就是什么那他不愿意干什么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说你要搞清楚然后他不爱呃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玩因为他看的书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好就是对他的吸引特别大并且他看那么多书那其他孩子他不看书的话跟他们在一起玩玩不到一起的他说的东西他们听不懂 那他就会觉得我跟他们在一起玩是浪费时间 嗯并没有让我就是增长我的知识所以他才会不会去跟别人去玩所以他就让老师每天盯着他人家下课以后就想看书他就非得要让老师提醒人家就是呃要跟别的小朋友玩不可以看书那这个小孩子就不愿意去上学了他就吓坏了我说你这样子是呃对孩子来说是一是一个非常不公平他会心里很难过他说对对我好像也反应过来我说你真棒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了就是这个书 然后他就立马就买了我一本书我说真的这些书的内容真的是太棒了因为他还说到他老公的两呃一个就是两个同事的孩子哈特别的厌学然后就是也厌饭我说那一定是他家长的问题然后他说对对对他两个妈妈就是爸爸妈妈好像都关系不是很好我说这就对了真的不是孩子的问题所以说哎我当时就想哎呀我们系统太厉害了就是说你你当你看了这些书 真的每一本书他都是宝贝每一本书他都可以帮助到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哈然后我就非常的感恩这个系统也非常感恩呃亚美老师把这个系统带给我们哈让我们真的是成为我们更好的自己哈那就是耶格先生就说呃呃就是咱们系统的呃就是创始人耶格先生他就说呃他说生意做的小事呃是你的业务的问题 如果你呃就是做大一定是你呃人际关系做的好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呃人际关系的交往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哈然后毛泽东有有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说与天斗呃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是其乐无穷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呃与天呃共同奋斗与地共同奋斗与人共同奋斗 既遵循这个自然的客观规律啊然后又充分的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呃二者结合才能体现到这个才能体会到奋斗的这个真意和无穷的快乐所以就是人是呃人生是百态的然后各是各样的人那么真的就是每一个人他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嗯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是与每一个人都相处的非常好的话 那你一定是一个真正的成功人士那我们的就是刚才说德士特耶格先生呢他是在每一个方面真的就是表现的呃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哈那他在他的一本书叫呃就是人际呃基本人际关系技巧这本书里面是薄薄的呃一本小书哈这是他写的呃在这里面他有这样的一句话哈他说如果你没有强大的愉悦的丰富的人际关系 那么世界上所有的金钱都不足以缓解你的痛苦 所以由此可见哈真正一个成功人士说出的话是多么的有分量哈那我们看看人际关系呃他是包括很多方面的呃包括这个呃就是夫妻关系啊婚姻关系包括这个呃就刚才所说的教育子女的关系啊还有这个亲属关系还有这个呃社交关系等等还包括我们就是呃我们这个伙伴之间的呃就是这种是不是也都是人际关系哈 呃嗯就是说呃其实我们整个这个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呃由人构成的哈人呢他是一个人就是一个最小的单位呃就是任何一种生意他都是不能脱离这个人际关系的任何一个行业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意里面有一盘CD呃大家应该都听过哈就是呃他不是关于产品他是关于人的呃是关于人的呃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咱们这个耶歌系统呢 就是专门就是研究人的 那只有你把人研究透了 你在任何的人际交往的时候呢 你都能够如鱼得水 真的是这样 那么就是你为了更好的人际关系 那我们就是要了解 就是要更好的去了解洞察人性 洞察人性就是了解不同性格的人 我们如何和各种性格的人打交道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那这里我跟大家读一段 就是关于性格自白的一段话 挺有意思的 如果我要的和你要的不同 请别以为我是错的 如果我们在想法和感觉上有差异 请别强求我与你苟同 就算我没有按你的意思去做 请由我去吧 现在的我并不是要求你了解我 直到你决定不再总想改变我 请允许我有自己的情绪 想法 行为和需求 了解我的第一步是先容忍我 别觉得我任性 你也无需失望恼怒 有一天你会在我的不同之处 于是你不再想改变我 反而尽量的保存 甚至珍惜这些不同 我可能是你的配偶 父母 还有子女 同事 或者朋友 无论是哪种关系 有一点必须清楚 就是你我在根本上 就是两个不同的人 每一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性格 所以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性格 人生漫步 就是性格的自白 所以说我们学习 我们去学会性格的分析 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它的好处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先了解自己 第二个就是可以宽容他人 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增强沟通 第四个就是可以凝聚团队 所以其实学习性格呢 就是让我们找出规律 因为万物它都是有规律的 按照这个规律呢 我们就可以有方法对待不同的人 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对待不同的人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就是课件 那它可以从两大类来分 那第一种的话 第一类的话就是 由外向和内向 就是来区分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外向它的特征 外向其实就是主动型的 外向型的就是快捷动作 乐观有能量的 参与性强积极热情 那么内向它是被动的 被动型的 它是慢动作 谨慎 关心别人 犹豫 犹豫不决的 深思熟虑 小心的 这个是一种分类 那第二种分类呢 就是以任务为中心的 和以人为中心的 也就是一个是理性 一个是感性 那我们看一下 以任务为中心的 就是高科技 第一就是程序 第二个就是聚会 第三就是书面计划 报告项目流程图 那以人为中心的 就是高接触 就是人际关系 关心他人 就是乐于分享 有丰富的感情 有感觉 然后有注重友情的 那我们就是这两种 这两个大类 这两大类就是 如果把内向外向 还有这个以任务为中心 以人为中心 就是把这两个进行 就是交叉以后 就会形成现在的这个图 就是就可以把这四种性 不同的性格就显示出来了 那左上角 左上角就是和 左上角的是什么 外向型和以任务为中心的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力量型的 力量型 它的英文单词的 第一个就是低 也就是低型性格 低型性格 它的里面有一个图形 有一个感叹号 大家看到了吧 那这个感叹号就是说 它做事是雷厉风行的 就是 就是 是非常雷厉风行 也是一种开拓者 这种类型的人 是个开拓者 就是敢干 它的这个 这是一个叫力量型 右边这个就是 I I的话是这个活泼型 它是以外向和以人为中心的 是I 它的英文字叫I 那么我们中间看到一个星星 这个星星就是表示 它是希望就是 让很多人去能够看到它 它是希望它成为一个闪闪发光的星星 让别人能够注意到它 就是愿意表现自己的 就是不过活泼型的人是走到哪里 都是欢声笑语 能够给人带来很多的快乐 它是积极乐观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最下面这个右边这个就是 以人为中心 然后内向型的就是和平型的 和平型的 它的开头的这个字母就是S 那就是S型的性格 就是和平型的 和平型的 我们看中间它是一个夹号和一个简号 它是做决定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 我就是典型的和平型 我看完这个我就觉得 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 就是很容易受别人的左右和影响 所以它是最难去说不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那右下就是左下角是以任务为中心 然后内向型的是 它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是C 那它就是完美型 就是C型性格 就是完美型 那这个完美型呢 它我们看里面有一个问号 就是它对 就是完美型的人在做决定的时候 他总是要先问一个 为什么 然后就是有没有风险 这是它最显明的一个特征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力量型 它的具体的一些特征 它是支配 它最主要的一个词就是支配 它是支配型的 然后是直接的 是高要求的 果断的 坚决的 行动者 也就是说 它是想成为一个指挥者 也就是想 它是想当领导的人 一般就是在各个地方 哪个行业都是想当老大的人 一般就 想当老大的人 一般都是力量型的 就是说干就干 所以在开拓市场这块 在咱们这个生意里面 开拓市场 它是最厉害的一个人 所以就是 有这些特征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力量型的 它是不太喜欢 其他的三种性格的人 就觉得 其他三种性格的人 他都看不顺眼 为什么呢 他就觉得活活型的人 就是不成熟 然后老是嘴上说 不干活 对和平型的人来说 他是觉得 总是慢吞吞的 像蜗牛一样的在爬 就是推也推不动 也不愿意改变 不思进取的 这是和平型的 然后对完美型的人 就是老是怎么研究来研究去的 有啥研究的 干活就可以了 想那么多干什么 这就是力量型 他因为是以目标为中心 以视为中心的 但是呢 他对人的这种 就是这种 他不会去 感觉你的感受 对你的感受 他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他就是目标 没有目标 就是与目标无关的事情 对他来说 都是浪费时间 所以就是要理解 要理解理点 就是这个 力量型的人 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活活活性的话 他是有一个词 就是有影响力 他是非常有 他是容易影响他人的 外向性 他是一个社交专家 他在人际交往方面 是非常强的 然后呢 他是天生就是 就是见面就熟的 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 给一个伙伴在路上 走着说着热火淘天的 过一会就没声音了 我一看 已经在和边上的那些 店面的那个 那个就是店门口的 那个服务员 已经是打得火热了 我说天哪 我还在这说话 他已经都在那边 跟人家说上话了 这就是活活性的人 在他面前是没有陌生人的 如果他就是见到人就 他一见到 不管见到谁 他就啪的就拍你肩膀 像完美性的人 看到这种人就会觉得 我给你第一次见面 又不熟 你干嘛拍我的肩膀 但是对于活活性的人 他没有这个概念 他就觉得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呀 所以他是公关高手啊 永远都是令人鼓舞的 有影响力的 是鼓励人的 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 也是互动的 就是容易打动他人的 因为他说话聊天的时候是 怎么说呢 就是动作是 他的表情是非常丰富的 肢体语言都是非常丰富 也是非常夸张的 就是如果说这个群里面 你看到有人在讲话是眉飞色舞 或者是张牙舞爪 那肯定是活活性的人 如果在这群人里面 就是觉得静悄悄的 那一定是活活性的人 已经走掉了 所以他会静悄悄的 他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的快乐 那比如说一件 有一个事情 就是有人在打架 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 你从这四种性格的人 你一看他们的表现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性格的人 然后活活性的人 就是刚刚赶紧挤到里面去看看 什么什么什么就去看了 就很兴奋 然后如果力量型的人 就会觉得好无聊 有什么好看的呀 就是浪费我的时间 然后这个和平性的人就说 哎呦还是少往边上去吧 少惹点事 他是以稀释宁人嘛 然后这个完美型的就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打架呢 为什么呀 他就会有很多的 但是他也不会去靠近 他只是在问为什么 就是活活活性的人 就会嘎嘎嘎 就会进去 这就是每个人的一个表现的 不一样的方式 那和平型的人 他是以人为中心的 他的一个字就是稳 他是最佳的支持者 乐于支持别人 他的一些形容词就是 鼓住他人的 稳定的 可靠的 可爱的 一成不变的 害羞的 就是内向型的 就是和平型 那完美型的人呢 他用一个词表达 就是分析 爱分析事情 那他就是谨慎的 计算的 工作能力强的 认真的 深思熟虑的 是非常小心的 这是这四种性格的 简单的一个特征介绍 那我们再看一下 具体的 每一个性格人 他具体的一些优点 一些缺点 然后他们喜欢的 和不喜欢的 他们的一些 就是喜好的 还有这个 我们跟这种人沟通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沟通 那么这个人 他的缺点是什么 应该注意什么 我们就可以 稍微详细一点 了解一下 那这个是外向型的 外向型的 第一型性格 就是什么 力量型 那力量型的话 他的特点是什么 统治 高要求 直接决心 果断 行动者 指挥者 武断 梦想者 勤奋 有活力 不听劝告 那在人群中 他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是百分之十 一般发动战争的人 都是这种人 他是喜欢挑起式的 那这种人 他在世界上 占的多了 那就是战争不断 还好 他只占百分之十 不然我们世界 就没办法和平了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世界很和平 就是他只占到百分之十 那我们在 以前小时候 都经常看过 这个西游记 小时候喜欢的不行 看多少遍都不一样 那这个西游记里面 在取经的路上 他们这个团队里面 就是有四种不同的性格 就是展现的 非常的淋漓尽致 那么 这里面的力量型是谁呢 就是孙悟空 对吧 孙悟空他就是 非常的果断 要就是 有碰到妖怪 就马上就抓 就是雷厉风行的 什么事都 什么事情先干了再说 管他是错于对 先干了再说 然后呢 就是也是不容易守规矩的一个人 所以他有那个紧箍咒 那就是团队里可能也会有这种性格的人 那他的基本需求是什么 选择挑战控制 选择挑战控制 那就是他特别喜欢挑战 就是想当脑大吗 所以要证明我是最行的 他这种人你最好不要去命令他 也因为他也不愿意去听你的 他会他说他会讲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呀 所以说这样的人你要给他选择 让他自己去 自己去选择 让他感觉这是我选择的 不是你让我做的 不是你让我干的 所以是他说了算才可以 不是他说了算 这个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就是他的性格的一个特征 他是喜欢控制别人的 就是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 也对别人要求严格 如果说是在他团队里面的干的人 他会就说 你要是碰到这种力量型的人 你要理解一下 他是要求你要和他一样的 那也挺好的 如果你能受得了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人了 你会非常的 各方面都会要求很高嘛 所以力量型的人他是 但是呢力量型的人 他就是不相信眼泪的 刚才有说 他是看不起 就是说你哭哭啼啼啊什么 这种人他是看不起的 他是觉得你是个懦弱的人 你要做到什么 你要超过他 你要超越他以后 他会很佩服你 他喜欢比他强的人 所以低性性格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那低性性格呢 就是力量性性格呢 他喜欢什么呢 他喜欢目标明确 目标明确 看见 他喜欢目标明确 然后就是时刻注意 表现和成绩难以取悦 自信 勤奋 意志坚定 这是他喜欢的 这是他喜欢的 那他就说像这种人 他一般不会把他的消极情绪 显示出来的 你一般是看不到他的消极情绪 他在人面前永远都是积极的 就是越挫越勇的那种 那他不喜欢什么 他不喜欢优柔寡断 缓慢的人 只说不做的人 懒惰的人 细致的工作 接受命令 那和力量型的人 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你就不要要求 尽善尽美 因为他不会 不喜欢细致的工作 不要太调理 因为他们说干就干的 不怕犯错 我错了再说 错了再改就可以了 他是这样子的 那么就是力量型的人 在受控制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他们的优势 优势就是反应敏捷 勇敢反应敏捷 目标明确 注重结果 刻意自信 直接自立 表率 竞争性强 这是他的一些优势 他的 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 他是鲁莽 粗鲁 缺乏耐心 过于催促 然后独断 自负 冒犯 自大 伤人 无情的 因为如果你是在他的团队中 就是他会要求你 就是要干 你不干你就滚蛋 别在这里就是待着 他就是这样的 就是毫不留情的 就没有人情的这方面说法 要进来了 就要干就干 别磨磨蹭蹭 一会儿做一会儿不做 然后就赶走了很多人 同时呢 他又会带进来很多人 他是属于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 叶格先生也说过 人物玩人嘛 对吧 人物玩人 他在成功的态度里面 有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 我不是完美的人 理查迪威师 他也不是完美的人 那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完美的人 那就是这个人 已经被钉到十字架上了 如果你也追求完美 你也被 你也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才可以 不要求追求完美 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追求卓越 而不是完美 所以我们可以成为 更好的自己 成为更好的自己 就是没有办法 要求别人去改变 我们只要做到自我改变 自我不断的成长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 接下来看一下 他的那个工作方式 在后面 那个 不太会整 然后没有 顺序 没弄好 然后 这个 他的 就是性格要求 就是迅速 准确 具体 是一个胜利者 他的工作方式 一定是要用自己的方式 你不要 你不要给他方式 让他自己 用自己的方式 制定目标 就是一定有挑战性的 就是一定要给他 制定这种 大的目标 比如说两到五年的 这种钻石的目标 小的目标 他看不上呢 他就会觉得 你怎么这么小瞧我呀 我是要 我是要做大的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 一个目标 然后他的态度和喜好 就是我要获胜 我喜欢计划将来 我喜欢新主义 我喜欢结果 我喜欢做自己的老板 我喜欢迅速行动 我喜欢挑战 那么在跟这个 就是这个力量型的人 沟通的时候 要以始魔为中心 来思考 抓住要点 就是要专注于行动的结果 简洁明了 就是要说话要快 要有可信度 就是你给他资料啊 什么数据资料啊 都要专业性的 不能随随便便 这样他一看他就知道了 他就不会 他就不会再去理你了 克服困难 克服就是很 克服很多困难 很多障碍 他是提供挑战 而不要去给予他命令 不要去命令他 也不要去要求他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人 就沟通 跟他说话 一定要快 慢了他会着急 他就会非常给你急 这是力量型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 对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对这个 每一个性格 他都有这个秘密提示 就是说在你得到 在你 在你得到权威之前 你必须要先学习 接收权威 那艾蜜老师说 所有的领导者 在做领导之前 你首先要学会做跟随者 你在你今天发现你的 你今天发现你的 做好 你做好了跟随者 你才能更好的去 做好一个领导者 不管是直销 还是在传统行业中 就是很多 在很多的企业里 有很多人 就是他总想当领导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起色 就是就要另立山头 自创风格 然后呢 就是想当老大 想说我说了算 这样的生意 他往往都是做不大的 最终不愿意和别人合作 总想就是证明自己 所以就是最终会出问题 这就是力量型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右边 这个是外向型 以人为中心的哀 也就是活泼型的 活泼型的 他的那个叫什么 他的一个一些特征是什么呢 他的一些特征 第一个就是有激励人的 有影响力的 促使 然后打动人的 有趣的 就是那个重要的 互动的 然后就是对别人有兴趣 有想象力的 冲动的 不合逻辑的 他是活泼型的话 特征是这些 那他在人群中 在人群中 他所占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25%到30% 那活泼型的人呢 他是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多的快乐 就是还有他的想象力也是非常的丰富 走到哪里都会有很多的欢声笑语 那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活泼型的话 那世界就没有乐趣了 就会死气沉沉 那么力量型 刚才我们所说的力量型就是 他是 就是有很多的想法 如果没有这个力量型的话 有很多的想法 他说就是在实验室里面的 或者是停留在想法的阶段 永远不会让事情就是发生 所以力量型的人 他是让事情发生的人 所以力量型的人也是非常棒 每一个性格都是不可或缺的 那在西游记里面我们刚才说的 刚才是力量型是孙悟空 那么活泼型的话是谁呀 代表人物是谁呀 就是猪八戒对吧 那在演完这个西游记的时候 网上就做了一个统计 说如果你选择嫁人的话 你会愿意嫁给谁 然后点击率最高的就是猪八戒 因为他们 因为他能够让人快乐呀 什么时候都是嘻嘻哈哈的 然后就你像很多人就说 像孙悟空他是很无趣的 然后那个唐僧呢 虽然长得很帅 但是他整天就像一个闷葫芦一样 然后杀生呢 我们都知道他整个在这个过程中 他讲了什么 他讲的他就没什么话 他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什么 最经典的一句话 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一句什么 猴哥师父又被妖怪抓走了 就这样的一句话 是说的是最多的 这是就是那个杀生 那就是所以说不同性格的人 他们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活活性他的基本要求 就是成就是希望被别人承认和赞同 那和和平人不太一样 和平性的人是不愿意表现自己的 那活活性他的分析的就是这个 他喜欢的是什么 他性格喜欢的是看起来很有趣 出色的发起者 阻列的完成者 惹人喜爱容易夸大 易兴奋 他是非常容易兴奋的 然后他不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被忽视 被孤立 被嘲笑 重复性的工作 细致的工作 长期的项目 就是你要想去惩罚这些 就是活活性的人 最好就是 把他关到一个黑屋子里 他就是他就会 就是就会很痛苦 你要是跟他吵一架的话 他很开心 吵完架之后过来 反正他的气出完之后 过一会他就又好了 你都气得半死 一个星期不要跟他说话 他过几个小时他就忘记了 所以他是一个就是不记仇的人 活活性的人是不记仇的 然后那个你不要给他 就是细致的工作 他做不了 他是一会儿 一会儿就 他也是一个发起者 但是呢 他和力量型的人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力量型是有始有终 他既然发起了 他就要把他 就是必须要把他完成 然后就是活活性的人 就是他发起了 但是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又被另外一件事情吸引了 就把这件事情 给忘到九孝云外去了 所以这就是活活性的一个特点 那在他的优点是 在受控制的情况下 他是 这是显示的都是他的优点 就是乐观 有说服力 兴奋 容易沟通 自发 外向 热情 然后感情投入的 就是赋予想象 热情 友好 这是他的一个优点 缺点是什么 不现实 操纵他人 情绪化 喜欢讲闲话 冲动 不专心 一激动 缺乏方向性 白日做梦 缺乏目的性 他是很喜欢玩的 然后他在 就是不现实 就是说他在做这个 叫什么 梦想档案的时候 就是会不切实际 就做出来的这个 梦想是属于好高骛远的 因为他是不现实的 这是活活性的一个特征 像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叫什么 活活性的人 他是 你就是不要让他管账 因为细致的活 他是干不了的 就是如果你让活活性的人 去管账的话 那是你的问题了 如果力量性的人 你要让他做账还可以 如果你让他去做宣传 去做一个公关 去招待客人的情况下 那就完蛋了 要把客人都得罪了 所以掌握不同类型的人 把他们放对地方了 这事情就会很好办了 你放不对地方了 他会那个叫什么 就会跳 这是所以我们要明白 每一个性格的特征 然后就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叫什么 他是就是 他是不守秘密的人 就比如说 因为他是喜欢宣传的 他自己也不会藏秘密 在这里心里头 如果藏秘密在心里头 他会特别的难受 如果你的闺蜜 有这个活活性的 如果你不想让这件事情 让别人知道 你就不要告诉活活性的 如果你跟活活性 说你的秘密的话 你说你要帮我保密 活活性一定肯定会说 好 我没问题 一定会帮你保密的 然后没过两天 你的事情已经被天下 所有人知道了 因为他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是保守 保守不住这个秘密的 这是他的一个性格特点 不是说他人坏 这是那个活泼型的 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个 叫什么 他的那个要求 他是有趣的 有反应的 活泼的 积极 积息 发挥热情的 然后工作方式 是有趣的方式 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已经是讲一些有趣的故事 就是要去吸引他 让他觉得 这个好玩我要去的 然后他的目标 就是一定是给他短期的 千万不要给他长期 你要是给他长期的 他会觉得 哇 这么老远的事情 我怎么能够得着 我要就是成为 就是要成为老年人 都都达不到这个目标 所以一定要给他 就是短期的目标 一个月一个月给他目标 不要一下给他两到五年 但是给力量型的人 一定是要给他大的目标 这是活泼型的 他们的态度和喜好是 我喜欢被别人喜欢 我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我喜欢成为团队中的一员 我喜欢惊喜 我喜欢丰富的社会活动和玩乐 我喜欢被人认同 这是喜好 他跟他沟通的时候 就是要以人为中心 要给他举一些别人的例子 谁上台就是被表彰了 有鲜花 被人尊重 去哪里旅游 被哪里招待 这等等的这些 你要叙述给他听 就是要告诉他 以后你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他就会非常的开心 保持一个友好的环境 将说话转化为行动 专注于他们的成就 对他们的成就要给予认同 温和的去引导他们 就比如说一个 就是刷牙 就是牙膏的事件 就是说 他和完美型的人在一起 完美型的人在一起 完美型的人是会把牙膏给他挤得 从上往下挤 挤得整整齐齐 什么东西都放得好好的 然后活活型的人 他就是从中间乱挤 然后如果这个完美型的人 就会告诉他你要从上到下来挤 就跟他说 然后他说好的好的 然后第二天还是我行我素 第三天还是我行我素 然后这个完美型的人就会生气了 就会爆炸起来了 就说你要弄好 然后他就会说 哦不行了 他要生气了 好吧好吧我弄好 然后第二天他就把他挤得好好的 当他把他弄好以后 然后他就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希望这个人 就是对方能够看到 他把这个挤好了 要给他赞美 要表扬他要鼓励他 然后转来转去 完美型的人就觉得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没有什么就应该这样做 很正常的事情啊 也没有去夸他 也没有去鼓励他 然后过了两天他就又忘了 然后他又乱挤 然后完美型的人就暴跳如雷的去 说你怎么又挤成这样啊 他也不高兴 他说我挤好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表扬我 我不夸我 你不看 然后我没挤好 你马上就看到就生气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吵架了 所以这就是活泼型的一个 就是一个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 然后我们在给他讲计划的时候 一定是 他一定是会要插话的啊 那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 就是要要跟他讲啊 你就是尽量不要 这个等我讲完以后 你有什么问题 我会一定会回答你 但是呢要适当的 让他插一点点话 让他插一点点话 不然的话他会憋死的 他会憋得受不了 他是一定要讲话的 就是说稍微就是温和的去引导他 让他稍微少说一点就可以了 但是不能禁止他去说话 这是这是活泼型的一个一个特点 很有意思 然后对他的一个提醒 就是私密的提醒 就是人们都想做重要 人们都想做重要人物 这是好事 但更重要的是要对人们友好 就是要给别人表现的机会 不能全是自己的 就是不要太表现自己了 这是活泼型的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叫什么 就是和平型 对这是和平型的 我们看和平型的 和平型的话 是这个S型性格 他是以人为中心的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 他的这个特点 就是支持他人 稳固 安全 服务 甜蜜 稳定 然后服从者 害羞 保持现状 感性 同样 也就是容易被同化 幼稚 长不大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那他在人群中所占的 这个比例是多少 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 他在人群中占的比例是 30%到35% 30%到35% 就是说他占这个 占的这个最 就是在这个人数里面 占的是最多的 因为这也是我们世界和平的 一个原因 所以说他的基本要求 他不是要去表现 他是要被赞赏的 他的要求是有保障 他比较注重这个家庭的安全 要有安全感 不喜欢就是冒险 也不喜欢去挑战 你就是不要让他去挑战 那S型的就是性格 喜欢的是什么呢 喜欢的是 他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容易被操纵 忠实的朋友 团队 合作者 糟糕的启动者 出色的完成者 他不喜欢的是什么 不敏感 对别人 对他们喊叫 就是误解 讽讽 惊讶 被催促 那就是和平性的人 他们就是 不太不太善于 就是这个表达 那么很 有人就会就是会欺负这个老实人 然后就说他们虽然不发火 但是一发火是非常厉害的 就像地震一样 就是说千万不要认为这个老实人好欺负 老实人发火起来是很厉害的 不要千万不要利用和平人的这个特点 他内心 他是很能够分清谁对他好 谁对他不好 就是一个人尊重他的人 他会对你更加的忠诚 他是最怕误解 为什么呢 因为和平人他是很忠诚的 所以就是你误解他 他就会误解他 怀疑他的话 这时候他内心是会 是会非常的受伤 因为他 他觉得我很忠诚 为什么你会误解我呢 就会很受伤 所以就是尽量不要去误解他 这是这是和平性的特点 那他在受控制的情况下是 他的优点 就是轻松 可靠 合作性强 沉稳 善于 聆听 一心一意 稳定 心软 有系统的 和蔼的 因为这个和平性的人 他是你有什么事要求他 让他帮你的话 他一般不会说no 他是 但是你要让他遵守原则的话 就是一般在情感的这种情况下 他不一定会去遵守原则 就是在情和法 就是说不违反 违反法律的情况下 他会网开一面的 这是和平性 就比较心软 就是不受控制 就是说他的弱点 就是缺乏主动性 依赖 拖拉 优柔果断 优柔寡断 不见谈 不灵活 拒绝改变 容易被操纵 缓慢 有怨气的 就是说 他 你让他做什么 他也都会乐于去干 他不会说他不去做 但是呢 就是你 也一直让他做 他不喜欢做的事情 他会 就会有怨气 然后还有他就是 在 就是不喜欢选择 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 吃什么呀 我不知道怎么选择 就是随便随便 吃啥都行 你点啥我吃啥 就是这种 就是不愿意去做决定 改变也是非常慢的 也是非常慢的一种 那我们看他的那个 叫什么 要求 就是S型 他的和平型的要求 就是友善 就是不要随便批评他 耐心 要令人愉快 善解人情 那工作方法就是 一定要简单 不能复杂了 一复杂他就搞不了了 然后制定目标 就是稳稳的 就是一步一步的 就不能给他吃的太高 也不能太低 就是稳稳的那种 平均的 就是和平型的特征 态度和喜好 就是我喜欢被接纳 我喜欢坚持有效的事物 我喜欢和谐 我喜欢保持原样 我喜欢可预计的事物 这是他的这个喜好 沟通技巧呢 就是以怎么样为中心来思考 友善 而不要去威胁他 给他们时间去适应改变 表示欣赏他们 因为他们是比较缺乏安全感 就是要有 背后要有提供很后续的支持 他会觉得 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 说话一定要慢 不要太急促 因为和平人就是比较慢 像我以前刚进来的时候 大家都说我是慢三拍的 三拍的 就是非常的慢 人家都说完半天了 我才反应过来 刚才在说什么 就是反应特别慢 现在好像通过这个系统的学习 也好像稍微快了一点点 所以也要显示就是真诚 要显示真诚 这是他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要对他的提示 S型的提示 就是大胆的说 你觉得哪部分还不明白呢 就是一定要大胆的去说 因为和平人 和平型的人一般就是 保持沉默 不善于去问 也不善于去表达 这是他的秘密的提示 那我们接下来看C型 完美型的性格 完美型的性格 完美型的性格就是 他的这个叫什么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是他的特点 就是谨慎 能干 然后周密的思考 小心 算计比较清楚 深思熟虑 然后第七个就是 希望他人服从 认真正确 遵循固有模式 持续不断冷漠 他是这样的 完美形式 所以比较是分析性的 比较容易冷漠 那他在人群中 占20%到25% 那今天所有的这些研发呀 还有这些发明 都是完美型的 就是像这个搞一的呀 还有一些软件开发 还有这个就是科学家 技术相关的这些 大多数里面 这个个性里面 都会有这个 完美型的成分在里面 他的基本要求 就是要有高质量的回答 就是你在跟他 就是讲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准确 不能糊弄他 你不能去敷衍他 这是他的一个要求 那么他喜欢的是什么 完美主义者 然后难以满足 逻辑性强 严密 自我牺牲 喜欢询问 这是他喜欢的 他经常会 要问一些 为什么 就是他的 就是他明白了 他就会 就是会去 很努力的去做 那如果不明白的话 他不会去动的 他总要把他搞的 就是揪根结底的去问 不断的问 有的时候问的 你都发毛 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 这是完美性的特点 他不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批评 然后错误 突然的变化 粗制滥造 毫无准备 不必要的 不必要的中断 他不喜欢这些 也不喜欢别人 对他的大喊大叫 也不喜欢别人 去命令他 他也不喜欢 那个就是活活性的人 就是叽叽喳喳 不成熟 他是非常不喜欢的 然后他的优点 就是在受控制的情况下 是规则的 有逻辑 紧张 好奇 虚心 谨慎 正确 好问 尽责 精确 这是他 那个优点的地方 他在不受控的情况下 就是他的缺点 就是强迫性 挑刺 孤僻 好管闲事 容易被冒犯 怕事 僵硬 怀疑 总要问为什么 担忧 就是 总会去担心 这里是不是要低阵 那里要怎么样 怎么样 还喜欢吹毛求刺 这是完美型的 完美型的特征 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个要求啊 什么的 他是要求的就是包容准确负责分析 他的工作方式就是一定要正确的 一定要正确的方式 就是这点目标就是要长期的 一定要给他定长期的 两到五年的这个钻石的计划 他的态度和喜好就是我喜欢正确 我喜欢知道别人对我有什么期待 喜欢一个固定的程序 我喜欢清晰的指示 我喜欢善始善终 我喜欢计划好事情 沟通技巧就是以为什么为中心来思考的 把双方图一的事情具体化 避免感情用事 检查事实 列举优缺点 展示如何 他们如何合作 提供例证 耐心的去解答问题 就说就比如说他们在打牌的时候 就是会 就是会思考 那个 怎么去出会让他赢的机会 让就是他怎么出会让对方赢的更少 让对就自己赢的机会更多 他是特别就是喜欢考虑的 这是完美性的特征 他不会去听你怎么说 所以你在讲跟他讲生意计划呀 或者是讲这个生意的时候 一定是要有正确的数据和正确的这个 这个这个答案 不能跟不能跟他随便说 他要是 是这样的吗 他正不是的话 那就完蛋了 这个人就就找不到他了 因为他永远都是拿放大进去 要求别人的 然后对自己呢 是 就是他是希望别人能够包容他 是他也要求 他也严格要求自己 但是他要别人去包容他 所以他的要求是 第一个就是要包容他 这是完美性的 那就是对他的这个秘密 那个叫什么 对他的这个秘密提示 就是人们不在乎你知道多少 直到他们知道你有多么的在乎他们 这是对完美性的一个秘密提示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对于力量性的人 我们一定是要要就是就是废话少说 他是就是说干就是要干 他只要觉得好他就要干 那么对于完美性的人 你就是一定要详细一点 你对力量性的人详细他会烦 那对完美性的人 如果你不详细他会烦 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这几种性格 就是四种性格 就简单的 很快速的简单的分享一下 那最后的话 就是以就是总结一个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聚会和生活中 在聚会中 你碰到这几种性格的人 你就会看到他们的表现是什么 比如说你看到和平性的人 他是在听故事的人 他是在听别人讲 那么活泼性的人呢 他是在讲故事的人 他会讲就是很多很多东西 那么完美性的人 他是在分析这个故事 他是分析故事的人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他就会分析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样子 非常的条理 头头是道 那力量性的人 他是让故事发生的人 所以这些是在聚会中 让你就是对这四种 看到这四种 针对这四种来判断 他是属于 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人 那如果是在生活当中 在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们说一件事 就是打靶 就是射箭 就是打靶的时候 打靶的时候不是要对准 要瞄准吗 那就是对于这一件事情 你从四个人里面 你四种表现方式 你就可以知道 他是什么样性格的人 比如说你预备要开始了 然后活活性的时候是 活活性的话 他是什么形状 他是什么样的 他就是直接就射出去 要么就是准备射 还没射 就旁边有个什么小兔子 有个什么可爱的东西出现了 他的专注力就跑到那里去了 他就不会去 不会再去射箭了 他就不会去射击了 他目标是非常的不专注的 很容易被干扰 那就是力量性的人 他就是目标瞄准以后 他怕就射出去了 管他能射得好不好 如果没有射准 那么就不行了 再继续射 就是这样的 力量性的特征 那么完美型的话 他就是瞄准 再瞄准 继续瞄准 还是没瞄准 算了 就不干了 就是怕 怕就是瞄不准 然后就 他是比较注重质量的 既然瞄不准 那我就不射了 就是这样 那和平型的话 就是他会在意这个人 旁边的别人的情绪啊 会在意别人在说什么呀 他会关注 会注重人的感受 所以他也会被打扰 所以他设计的时候会比较慢 他是慢慢腾腾的去弄 这是和平型的 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同的人 他的性格反应 做出来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我们在 就是在家里啊 在团队啊 在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 是不是就 我们没有发现有完美的人 有没有完美性格的人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啊 就是说 好像我们自己有好几种性格 都都有 好像都有设计那么一点点啊 但是每个人 他都会有一个主的性格 你非常主要的一个性格 就很明显的啊 你就是活泼性 你就是完美性 那你就是和平性 你就是力量性 但是每一个人 多多少少都会带很多 别的性格都有 各个方面都有 那么 很多呢 都是在因为后天啊 或者是你的原生家庭啊 或者是遇到的人啊 事啊 环境啊 等等 都可能会塑造出你更多的 不一样的 很多的其他的性格啊 所以每种性格 他都是有 有他的优势和有他的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们学习性格 不是说让我们成为哪一个性格 而是说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自己 是怎么样的 可以正确的去面对自己的优点 和自己的缺点 从而去把自己的缺点去改善一下 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卓越的人 而不是成为一个更 就是 就是叫什么更完美的人 我们是没有办法成为完美的人 那 力量性的人 他是会让事情发生 那对团队呢 他是一个行动派 大量的行动 带动团队 整个团队 那活泼性的 他会为团队什么 就是成为这个最佳的鼓励者 他让整个团队更加的和谐 欢声笑语 和平性的人呢 会让 就是 就是人是 他是人的最佳的支持者 所以也是会很好的聆听者 然后他又是人际关系的 这个调和者 听听者 就是让你的团队也是更加的和谐 那完美型的人呢 会让团队更有条理 他是最好的计划者 实行 实行者的 就是做好计划的人 让团队更加的完美 然后让团队更加的 就是 都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 就是更有更卓越的人 所以说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团队 那最后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各方面的学习和训练 让我们成为 就是找到自我 那我们就可以处好人际关系 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 让我们的团队更和谐 就是更加的有凝聚力 让我们就是一起努力 都成为一个 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际交往 人际关系的大师 就跟德士特耶格先生一样 让我们的事业不断的去向前发展 那我们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加油 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